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下一考点 关联方关系 这个没什么说的 绝对重点 三颗星 每年一定要考的 这一张考的频率最高最高 第一个最高就是它 关联方关系 所以这个内容一定是重中之重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要掌握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关联方概述 什么是关联方 一般是指有关联的各方 关联方关系是指有关联的 各方之间存在的内在的联系 这个定义甭管它 关键下面内容 那么一方控制 共同控制另一方 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这是第一句话 是一方控制 什么叫控制 五子公司 什么叫共同控制 我们讲过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是什么 那是什么来着 是一个合影联影来着 合影 或对地方施加重大影响 讲的是联影 好 这三个内容记住 讲了纵向 我对你投资 A对B投资 是不是纵向的 对吧 那么好了 还有什么 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 那么比如说 ABC 共同控制 甲公司 这是纵向的吧 还是纵向的吧 对吧 纵向的吧 还是纵向的 或者说对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也是纵向的 纵向的 我们这个管子叫纵向的 这个我通俗讲叫纵向的啊 叫纵向的 这是第一个 以及 以及 两方或两方以上 同受一方控制 共同控制的 那么这是说的两件事 少了一个 少了什么 少了一个重大影响 少了一个重大影响 所以纵向的谈这三个 控制 共同 共同 那么横向的 横向的 仅仅是两个 那么一个是 控制 一个叫 共同控制 那么一共讲的是 纵向的三件事 横向两件事 都构成 关联方 你先把这个定义 先给我背下来 你这背下来 后面好多东西都好办了 所以记住纵向的啊 那么纵向的很好办 一般很简单啊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A对B投资 持股比例80% 你说的纵向横向的 横向的 错 老师你横着话 横着话就横向 这叫纵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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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横向的啊 横向 同受一方控制 同受一方控制 再给你举个例子啊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 A公司 对 对B投资 对C投资 对D投资 持股比例 百分之百 全是百分之百 纵向的 纵向的 看到吗 A B A C A D 这叫纵向 横向的呢 B C D 同受 A公司控制 看到吗 控制 那么横向的 B C C D 含B D 这也构成关联方 这都是构成关联方的 所以这个定义当中 一定给我弄清楚 这个定义 真的写特别好的定义 所以一方控制 共同控制 一方或对一方 施加重向 不要这图横的话 叫横向的 不是的啊 以及 以及 两方或两方向 同受一方控制 同受 什么 共同控制 都可以构成关联方 明白了吗 好 下面我们要具体展开来讲 第二 关联方关系认定 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出发 一定记住 站在一个企业 角度出发 那么与其存在 关联方关系的各方 包括以下13种 所以我下面要讲13个内容 一 该企业的母公司 停 这句话能理解吗 就这句话 真的你不一定理解 什么叫该企业的母公司 该企业谁啊 是我吗 是我 我的母公司往上看 是往上看 我往上看 对吧 好 该企业是我 该企业的母公司 上面 我的上面 对吧 我往下看的是我的子公司 我往上看是我母公司 不就完了吗 这意思吗 这一定要注意 从一个企业角度出发 说该企业的母公司 不仅包括直接的 或者间接的控制 反正都是俩字 控制 控制 控制的其他企业 也包括能够对该企业 实施吗 直接或间接控制 单位都可以构成 关联方关系的 来 第一个 某一个企业直接控制一个或多个企业 例如母公司 控制一个或有若干个子公司 若干子公司 可以吗 可以 那么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 纵向哪 这纵向 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 构成关联方关系吗 构成 看 例题 A 母公司 控制B 控制C 控制D 三个子公司 分析上述公司之间 直接控制 看到吗 直接控制 构成关联方关系的哪些 你从图可以看吗 那么 A公司的母公司 下面有B C D 持股比例 80% 可以吗 可以 构成母子公司 构成了 那么 我这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直接控制 讲纵向的 纵向的 所以A B AC AD 这都可以构成关联方 都可以构成关联方 还横向的后面来讲 横向后面来说 所以 构成吗 构成 所以母子公司 你记住 母子公司之间 横的纵的全构成 母子公司横的纵的全构成 好 第二 某一个企业通过一个或若干个中间企业 那么间接控制 一个和多个企业 例如 母公司通过其子公司间接控制子公司的子公司 表明母公司与其子公司的子公司之间 也有什么 关联方关系 看例题 看例题 比如说A公司持有B公司80% B还持有C80%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A能够控制B B还能控制C 这份问题 分析 分析 上述公司之间构成 关联方关系的谁啊 你能看出来吗 AB构成吗 构成 BC构成吗 构成 AC构成吗 当然构成了 AC也构成了 那么 A公司是通过B公司控制C公司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15中 C公司 那么纳入到B公司合并报表 然后B公司最终纳入到A公司合并报表 所以这种都构成关联方 所以 A B BC 还有AC之间都存在关联方 好 这是第二第三 某一个企业直接的或通过一个或若干个中间企业间接控制 还是控制 一个或多个企业 来看例题 A公司持有B公司80% 这告诉你了 A还持有C30% B持有C4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问构成关联方关于谁 所有的 那么你说吧 AB构成吗 构成 AC构成吗 构成 BC构成吗 全构成 我现在的问题是 我现在的问题是 A A对C 直接持股比例30% 直接持有30% 同时呢 你别忘了啊 这里还这么一个问题呢 这个B是A的子公司 B公司持有C公司40%的股权 我问大家 纳入不纳入合并报表 那么C纳入不纳 A公司合并报表 纳入没问题 对吗 那么纳入的时候判断标准是多少 我们后面再讲合并报表 还会告诉大家的 纳入合并报表标准是 什么 超过50% 超过了吗 超过了多少 是直接持股比例30% 加间接持有的40% 那么等于70% 你千万别给我弄一个什么 你别给我弄一个什么4832 别给我弄个什么4832 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纳入合并范围的情况 纳入合并范围 是加的关系 但这条题我没问纳入合并范围 构成关联方关系很简单 都构成 都构成 但是C公司一定强调的是 直接加间接 直接加间接 前条件 B公司必须是A公司的子公司 好 答案 那么出来了 出来了 所以A B A C B C 都可以构成关联方 都可以构成关联方 好 这是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该企业子公司说谁呢 说我 我往下看 刚才A 是我往上看 我的母公司 对吧 我是往下看了 所以这种情况都构成 所以该企业子公司 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被该企业控制 还是控制两字 还是控制两字 控制了其他企业 也包括直接和间接的被该企业控制的企业单位 基金 基金都是了 这个基金以前最早的时候根本不纳入和平范围 这个基金 所以基金都是表外核算的 所以美国次战危机以后 国际草报准则委员会修改了快准则 修改以后把原来表外核算的基金等等 都纳入到表内核算 都纳入和平范围了 知道吗 所以这就是讲的第二个 所以这不用讲了 所以往上看往下看的问题了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么再来看第三个 与该企业同受一个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 这个讲的横向的了 横向的了 刚才A2讲的纵向的 那么第三个讲横向的 那么因为两个或多个企业 有相同的母公司 对他们都具有控制能力 即这两个或多个企业 如果相同的母公司的情况 他们的财务基金政策 都是由相同母公司制定的吧 各个败投资企业之间 受相同母公司控制 可能自身利益而进行了交易 就受到某种的限制了 按照准则规定 在这一块按照关联方准则的规定 那么与该企业同受一个母公司控制的两个和多个企业之间横向的 横向的也构成关联方 也构成关联方 看例题这题前面讲过了 还是A公司对B对C对D投资 持股比100%85% 无所谓反正控制了对吧 构成关联方关系的纵向我们说过了 纵向说过了 A B A C A D 这叫纵向的 现在我要说什么横向的另外 横向的横向的叫B C 看到吗 那么还有什么C D 还有什么B D 在这刀狗 所以纵向横向刀狗 所以总结一句话 控制 通俗讲 只要是控制 在横向纵向全是 横向纵向都是 这就行了 好 这是第三 第四 与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 换词了 前三个强调都什么 强调的控制母子公司 这是说什么呢 改词了 叫共同控制投资方 所以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投资方 这里共同控制包括直接或间接的共同控制 直接或间接的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词叫间接的 强调是对企业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共同控制的投资方 与该企业之间是关联方吗 是 但这些投资方之间并不能仅仅因为共同控制 同一家企业而成为关联方关系 那么他们之间没有关联方关系的 好 看理 说ABC三个企业共同控制 D企业 那么构成关联方关系 借助纵向的 ID BDCD 那么投资者之间有关联方关系 没有 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方关系 所以AB什么BCAC没有关联方关系 所以就是这句话所讲的 就是这些投资方之间没有关联方关系 投资方之间没有关联方关系 就是AB什么BCAC之间没有关联方关系 纵向的构成 纵向构成 好 再接来看这个 说A公司和B公司共同控制 C公司 AB共同控制 D公司 共同控制 好 那么构成关联方关系的谁 构成关联方关系 你说吧 从A起点 那么从ACAC 还有什么 那么AD这有了吧 还有什么呢 从B再说 BDBC BDBC CD构成 CD也构成 但CD要注意一下 CD构成关联方关系 是我后面所讲的13点 内容 那个13标题是企业的合影企业和 企业的其他合影企业或联影企业之间 那么在这也构成关联方 后面再讲 但我要先说一下 这个CD在这也构成 好 这是第四个 说什么呢 共同控制 共同控制 五 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 又变词了 重大影响的投资方 那么这里重大影响 包括直接重大和间接重大影响 那么对且实行重大影响投资方 与该企业之间是关联方关系吗 是 但这些投资方之间 记住投资者之间 在任何情况下 那么在这都没有关联方关系 任何情况下 投资者之间 股东之间 顶多就是在股东大会 能见个面而已了 那就点事呗 所以他们之间 没有任何关联方关系 看理 假定A和C 均能够对B且施加重大影响 持股比例30% A对B C对B 没问题吧 那么构成关联方关系的 就是俩 A B C B 纵向 两个投资者之间构成吗 两个投资者之间不构成 还是不构成 好 再接着看 那么再接上 A公司对B公司进投资 A对B投资 持股比30% A对C也是30% 那么构成关联方关系的 构成关联方关系的 看好了谁呀 纵向的 A B A C 是吧 A B A C构成 那么B C构成吗 记住B C一定不构成 B C一定不构成 那我再给你总结句话 控制 共同控制 纵横全构成 再说变 控制 共同控制 纵横全构成 R 重大影响 仅仅是 纵向的 所以后面会讲到 告诉大家后面会讲到的 也就是说 两方或多方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再说变 两方B C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这两个企业之间 不构成关联方 所以唯独这个重大影响 只有纵向 没有横着 这个你要概念 理解后面都好讲了 后面都好办了 好 第六 该企业的 合影企业 你一个往上看 一个往下看 所以该企业的合影企业 那么这个 刚才说过了 和前面内容一样 两方或多方 共同控制 某一个企业时 该企业则为 投资者的合影企业 构成 这是一个 还有联营企业 也构成 那我刚才讲的是 那么一个是 合影讲的是 共同控制 一个就是 联营呢 就是重大影响 好 所以六七和前面 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就可以了 不再说了 好 从八开始就变了 从八开始变了 该企业的 主要投资者个人 及 与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之间构成关联方 主要投资者个人 是 能对一个企业控制 也包括共同控 也包括重大影响吗 包括重大影响 三件事 控制共同控 重大影响 施加重大影响 也可以啊 对个人投资者 不是法人单位 是个人 就是自然人 下面来看 例题 王某是A企业的 主要投资的个人 那么 对他投资 持股比例 80% 要控制了 或者与别人 共同控制 可以 或者重大影响 30%重大影响 都可以 那么在这种情况 王某 王某和A企业 构成关联方吗 当然构成了 那么这块 构成关联方 谁和谁啊 是王某和A企业构成 或A企业和王某构成关联方 都可以 所以构成关联方关系 这是非常简单的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王某是A企业的 主要投资了个人 包括控制共同重大影响 那么现在问的问题是 A企业的主要投资了个人 王某的儿子 王某的儿子 是否构成关联方 和谁啊 和A构成吗 构成 所以王某和A构成 那么王某的儿子和A构成吗 这我虚线啊 构成吗 也构成 也构成 所以A企业和王某儿子 构成关联方关系 好 这是第八 第九 该企业或者其母公司的 关键管理人员 以及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好 那么关键管理人员 包括董事长 董事 董事会密 董密啊 董密也是啊 总经理 总会议师 财务总监 记住这些术语啊 这我们学会议学了半天 高管人员 高管人员 也就是准则中所讲的 关联方关系中的 关键管理员 那么这些 这些啊 注意就这几个内容啊 那么财务部经理 有财务部经理吗 没有财务部经理 有财务总监 有总会议师 在实务当中 像总会议师啊 这个财务总监 在实务当一般都是什么 都是副总裁一级的 副总裁一级的 不包括财务部门的负责人 好 下面来看 王某是A企业的总经理 那么分析A企业和王某 构成关联方关系吗 当然构成了 当然构成了 注意这个关联方关系的判断的时候 这个什么总经理啊 关键管理员在这头 不一定有投资关系 这没有投资关系的啊 没有投资关系的 在这仅仅纵向 没有横向一双 所以这块构成关联方 所以A企业和王某构成关联方 那么再接着看 那么王某是A企业的 还是总经理啊 总经理 那么王某的儿子 王某的儿子和A企业构成关联方吗 也构成 和王某的儿子和A企业也构成关联方 好 这是一个 第十 最麻烦的第十 该企业的主要投资的个人 刚才说第一个 关键管理员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与其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三件事啊 再说一两三件事 投资的个人 关键管理员 或者与其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 他们控制 有投资关系 这是投资关系啊 控制的 共同控制的 控制 共同控制的 其他企业 看好了 少一样东西 少一样什么东西 重大影响 所以这个说什么呢 这说的横向的 这说的横向的 说的横向的 所以该企业主要投资的个人 关键管理人 或者与其关系密切 家庭 他们控制的 共同控制的 控制 共同控制的 其他企业 之间也是构成 关联方的 所以一定要强调 既有横向的 不是纵向的 接着看 主要投资的个人 或关键管理人员 关系密切的 家庭成员 记吧 有父母 配偶 兄弟 姐妹 子女 好 到这为止 这是在我们国家 快准则中 所讲这些内容 所以一定要记住 父母 配偶 兄弟 姐妹 子女 都可以 至于其他的 其他亲戚关系 什么叔叔了 什么姨父了 什么这类的 可没有 就这几样东西 就这几样东西 好 那么对这类关联方 那么应该根据 主要投资的个人 关键管理人 或与其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 对两家 注意两家 这一定强调 两家企业 实际影响力 具体来分析判断 第一 某一个企业 与受该企业 主要投资的个人 说第一个呢 投资个人 控制 共同控制的 其他企业之间 横向的 横向的 所以没有重担影响 只有控制 共同控制 其他企业之间 来看 例题 A企业的 左头子个人是王某 A企业的 左头子个人是王某 没问题 对 A企业 那么持股比例 你控制 共同控 重担影响 倒无所谓 这没问题吧 左头子 对吧 好 同时这个王某啊 还对B企业投资 持股比160 这是子公司了 看见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AB构成吗 AB构成吗 AB构成 纵向肯定没说了 王某和A 王某和B 这肯定纵向 没问题 我现在问的什么 我现在问 AB横向的是否构成 关联方 AB横向的是否构成 构成吗 构成 好 那么再接看第二 某一企与受该企业 主要投资了个人关系 密切的家庭成员 这个家庭成员 他们控制共同控制 再换了这是什么 关系密切 家庭成员 控制 共同控制 其他企业之间 横向的 还是讲横向的 那么来看 例题 A企业的 左投资者 是王某 是左投资个人 包括什么 控制共同中 难以降 现在王某的 儿子 对B企业投资 持股比率 60% 无子公司了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 看好了 那么 纵向没得说 肯定构成 对吧 纵向肯定构成 现在我问的问题是 这个纵向 几个纵向 几个纵向 那么一个是 王某对 A 这是构成的 王某和B构成吗 王某和B构成 也构成 王某和B也构成 对吧 那么王某的儿子和A 王某的儿子和B都构成 这倒好纵向好说 我现在问的 横向的 AB构成吗 当然构成了 AB也构成 这个是构成的 A和B也构成 简单吗 简单 第三 某一个企业 与受该企业 关键管理人控制 共同控制的 其他企业 改成关键管理人了 改成关键管理人了 例如 王某既是A企业的 关键管理人 关键管理人 比如说 这个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没什么说的吧 同时 他又拥有 并且60%的 表学权资本 那么 构成 关联方 纵向没得说了 王某和 A 王某和B构成 我现在问的是 横向的 AB构成吗 AB构成吗 当然构成 AB构成吗 构成 好 我在文件上 如果把这60 给它替换成30 会怎么着 来看这个 改成30了 王某既是A企业的 关键管理人 同时又能对B公司 施加重担强 仅有30%的表达权 那么 纵向没得说了 这都构成 问题是 AB构成吗 AB就不构成 所以 我说过了 横向之间 仅仅包括什么 控制共同 不包括什么 重大影响 不包括重大影响 好 第四 仅拥有 同一位 关键管理人的 两家企业之间 不构成 关联方 那么 例如 这个 注意一下 有个问题 很多人在理解 不透彻 王某既是 A企业的 关键管理人 要是B写的 关键管理人 那么 AB构成吗 不构成 因为这里 没有投资关系 仅仅是个 关键关系 比如说 就是总经理 就是个总经理 对吧 这个时候 没有投资关系 的情况下 比如持股比例 80% 那好说了 没问题了 他仅仅是 关键管理人 所以 A和B 同样是一个 王某的 关键管理人 不构成 关联方 因为没有 投资关系 没有投资 仅仅就是 关键管理人 纵向的是 王某和 A 王某和B 纵向可以 横向都没有 横向 A和B 不构成 关键方 好 第五 某某一企业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 60% 这里记住 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 持股比例的 有持股比 如果没有 持股比例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AB就不构成 关键方了 所以AB构成吗 构成 所以王某的儿子 持股比例 60% 控制了 B公司 那么AB构成吗 AB一定构成 AB一定构成 所以这里 关键的 不是看 董事长 而是看持股比例 看持股比例 好 第六 这些设置的 企业年金 年金基金 这个年金基金 按照准则讲解中 规定 也构成 关联方 也构成 关联方 这个考回次 好 这是第十个 最麻烦 第十一 该起的 关键管理人 提供服务 的提供方 与服务接收方 是否构成 关联方 那么提供 关键管理人的 服务主体 那么以下 我称之为 服务提供方 同接收 该服务的主体 以下称之为 服务接收方 提供关键管理人 服务的 那服务提供方 与服务接收方 之间是否构成 关联方 两种情况 第一 服务接收方 在编制 财务报表时 应该将 服务提供方 作为 关联方 经披露 比如说 举个例子 当然举个例子 我对你们 提供 关键管理人 一个总经理 注意 有投资官 没说投资 这里没有 投资官 就是一个提供 就是个提供 好 我对你们 给你们提供了 关键管理人 我给你们提供 你们是服务接收方 我提供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注意你们 怎么办 我怎么办 就说你们 你们 关键你们 现在说的什么 看好了 服务接收方 在编制 草保 你们 我给你们提供的 总经理 应当将服务提供方 作为关联方 披露 你们披露我 你们披露我 所以看内容 服务接收方 可以不披露 服务提供方 所支付的 或应支付给 服务提供方 有关员工的报酬 这个不需要 但是你们要披露什么 你们要披露 起码要接收 服务而支付的 这个金额是多少 我给你提供经理了 你得给我费用 你得给我钱 好 你给我钱 以后 我得给那个人 那个经理 我给他的钱 不需要披露 但是你们给我的钱 你们要披露 这是第一个 说谁呢 说你们 说你们服务接收方 那么第二个 服务提供方 说我呢 服务提供方 在编制报表时 这一大堆会看懂吗 看不懂 你就知道一件话 一般来讲 不需要披露 所以不应仅仅 因为向服务接收方 提供了关键管理员服务 而将其认定为管理员 不一定 还要看具体规定 还要看具体内容 不一定 或者不应该就行 或者是可以不需要披露 好 这块怎么理解 我后面用考题来说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0年考题 这道题挺难的 这道题 这道题真的挺难的 所以我用图来给大家画一下 图画一下 来看一下 甲公司是一家证券公司 不考虑其他因素 根据准则规定 下列关于说谁呢 说甲公司呢 甲公司关联方 关系认定中正确的是 甲公司总经理 是王某 还是前面图王某吧 甲公司总经理 同时是乙公司控股股东 控股股股持股币 假定60% 所以乙公司是甲公司的关联方 是关联方吗 是的 所以第一 王某是甲企的总经理 关键管理人 同时要持有B公司60% 假定60%控制了吗 在这种情况下 甲和已构成关联方 构成 前面讲过吗 讲过 B 甲公司和丁公司 看好了 发起设立一个什么 共同控制 看好了 叫共同控制的投资基金 则甲和丁构成吗 两个投资者之间没有关联方 两个投资者 前面说过了 所以甲和丁在这不构成 甲丁不构成 两个投资者之间不构成 这简单吗 简单 这也简单 甲公司对物公司就有重大影响 甲对物就有重大影响 那么接着看 接着看 那么几公司是物公司子公司 几公司是物公司子公司 也就是物对几投资控制了 那么现在问的是 这个什么 几公司是甲公司的关联方吗 甲和几构成关联方吗 构成纵向的 既有纵向 很简单 纵向的 那么都构成关联方 都构成关联方 所以甲和几构成吗 构成 所以在这说 甲物构成 那么物和几构成 甲和几也构成 很简单 好 ABC都简单 现在麻烦就麻烦在地这块了 来看一下 甲公司作为 丙资产管理计划的 受托管理方 看好了 叫受托管理方 好 在这种情况下 则 丙资产管理计划 是甲公司的关联方 看不得懂 我们画一张图 首先我们是甲公司 服务提供方 我为你们 服务接受方 丙资产管理计划 派出总经理 等等等等 不是管理方吗 在这个时候 注意啊 谁 要考虑披露 是 他 我们不需要 是例子吗 来看一下 所以来看一下文字 那么接受服务方 括号是 丙资产管理计划 编制报表时 应该将甲公司 作为关联方 我们应该把甲公司 作为关联方 但是甲公司 在编制报表时 不应该将丙计划 作为关联方认定 不就完了吗 就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提供 提供的啊 仅仅是个提供 一个关键管理人 等等这个 这个内容 没有什么投资关系 好 下面具体解释啊 这个地 具体解释地 根据第12号 第12号 那么就解释公告 第12号啊 那么关于 关键管理人服务的 提供方 与接受服务方 是否构成 关联方 通知的表述 服务提供方 括号甲公司 向服务接受方 丙资产管理计划 提供关键管理人的 那么服务接受方 接受方 在编制报表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 应该将 服务提供方 假公司 作为关联方 披露 我们假不需要 对吧 来接着看 那么 服务提供方 假公司的编报手 不应 仅仅因为 向服务接受 这个接受方 提供关键管理 就认定为 关联方 不一定 那么 而是要按照36号 准则 具体来判断 是否构成 那么如果 证券公司 假公司 为该项资产 管理计划 提供了 关键管理人 但是呢 证券公司 假公司 在资产管理计划 投资金额很少 和根本没投资 根本没投资 根本没投资 或很少情况下 仅按照固定 金额 收取管理费用 就收取个费用 不承担 资产管理计划 业绩风险 那么在这种 假公司 不应该将 资产管理计划 作为关联方批路 因此刚才讲过了 所以这里就没有 一个投资关系 没有投资关系 对吧 就是一个 派出一个代表 派出一个总经理 等等 好 这个题目 应该说呢 有一定难度 难在 难在地这块 其他也不太好理解 所以这块给他画个图 来解释了 好 这条题我们就到这 第十二 企业 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 其他成员之间 这个其他成员 既包括母公司 也包括其他子公司 合影企业 联营企业之间 合影企业和联营企业之间 那么在这 也可以构成关联方 那么这块 仍然讲的纵向 讲的是纵向的 不是横向 好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 A企业为母公司 卡了母公司 然后子公司为B和C B和C 好 子公司持股比例 百分之百也行 八十九十都无所谓 然后再接着看 B公司 子公司对D公投资 持股比例百分三十 那么C对E投资 持股比例百分三十 百分三十在这 这是具有重大影响的 具有重大影响的 现在问什么呢 B和D B在这呢 D在这呢 BD企业与其构成关联方关系的 企业有哪些 站在B和站在D公司角度来讲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站在B公司吧 答案在这 我们看答案 直接看答案 然后你给我画 给我看里面图去 首先AB构成吗 纵向的AB构成 AB构成 我说站在B公司角度 没问题吧 好 AB构成 BD呢 BD构成吗 BD也构成啊 BD构成了 所以一个往上看 一个往下看 对吧 往下看 纵向的 纵向的 百分之三十也构成了 BC呢 BC当然够 这是什么 控制 母子公司控制 纵向横向都是啊 对吧 B是吗 B和下面这个E构成吗 这也要纵向的 也构成啊 纵向的 不是横向的 构什么构成 好 再来看 站在D公司 这个角度来讲 站在这个D公司 角度来讲 你再看AD AD构成吗 AD构成吗 AD构成 所以纵向的构成吗 BD呢 BD也构成 这也是纵向的 BD构成 那么再看斜着 C和D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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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注意 D和E构成吗 D和E不构成 为什么D和E不构成 那么我说过了 重大影响 仅包括纵向 没有横向的 这个控制是有横向的 重大影响是没有横向的 所以答案出来了吗 出来了 所以就这个答案 自己看 最后一个 企业的合营企业 合营企业 与企业 其他合营企业 联营企业之间的 这个构成 关联方 这个非常麻烦 来看一下 除36号准则 第五条 和第六条 规定外 再接着说下面的 两方或两方以上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不构成 关联方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不构成 关联方 我们这讲过吗 讲过 同受一方的 同受 例如举个例子 同受一方的 比如说 A对B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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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比例 30% 30% A对C投资 持股比例 也30% 看到吗 在这种情况 构成关联方 是A B A C A B A C 没问题 B C 构成 不构成 因为B C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 所以同受 一方 重大影响 两者之间 这两者之间 不构成 关联方 好 这一件事 接着往上走 那么36号 准则中所指的 这个联营企业 这个联营企业 包括联营企业 及其子公司 合营企业 包括合营企业 及其子公司 还得往下再接说 所以往下接着看 这里所讲联营企业 联营企业 包括联营企业 本身联营企业 还有什么 其他的子公司 其他子公司 合营企业 也包括合营企业 和其他子公司 都包括 好 那么你再看例题吧 我们就说这一个问题 比如说 看好了 AB 共同控制 C 持股比例 共同控制 AD 共同控制 是E公司 持股比 都是50% 那么构成 关联方 关系的谁 你来看吧 你从D开始说起 DE DE AE 然后 那AC 然后BC 现在问题 CE构成吗 很早以前我讲过张图 那么说 不构成 现在按照新准则 这个规定 也构成了 C也构成了 CE也构成了 好 那么到了为止 那么13个问题 我们在这都讲完了 这13个问题 后几个 比较关键 前面都简单 从第8个往后 到13 都比较麻烦 大家要重点关注 这些内容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问题 就到这 第三个大问题 不构成 关联方关系的情况 第一 与该且发生 日常往来的资金提供者 谁呀 银行 解和银行 之间没有关联方 还有公用事业部门 比如水务局 供电局 还有什么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 公用事业部门 政府部门 比如说税务局 审计局 统计局 以及与该企业 发生大量交易 而存在一层关系的 单个客户了 供应商 特许商了 经销商了 代理商之间 不告成关联方 关系 这是第一 第二 与该企业共同控制的 合营企业的 合营者之间 通常不告成关联方 例如看这个 A B C D 共同控制 甲公司 看见了吗 共同控制 那么构成 A甲 B甲 C甲 D甲 ABC之间不构成 就这个 投资者之间 合营者之间不构成 三 仅仅同受国家控制 而不存在其他 关联方关系的企业 不告成关联方 那么这个内容 指的是国有 企业 比如说 国资委 控制下面的 这些公司 国资委啊 国资委现在控制 多少家公司 大概90多家 前年还是多少年 我记得是97家 现在多少家 那么轻了啊 是可能也是97家 中石油 中石化 大家都知道吧 那么几桶油 对吧 中石油 中石化之间 没有投资关系 情况下 他们构成 关联方关系吗 不构成 不构成 注意啊 好 第四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企业之间刚刚讲过了 不构成 关联方 那么 A 对B投资 持务比率30 A对C投资 持务比率30% 30% 重大影响 重大影响 构成关联方的 那么就是 A B AC构成 但是 B C构成吗 不构成 因为B C同受 A公司 重大影响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 两方和多方 之间 被构成 关联方 好 这是一件事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 20年的 单项选择题 那么这条题呢 难 难在哪了 以后你再碰这条题 难的话 再曹高 只要画一张图 我现在 先画好了 来看一下 甲公司是乙公司和丙公司的什么 母公司 所以甲是母 那么乙和丙是子公司 接着看 丁公司 丁公司 物公司 分别是乙公司的合影企业联影企业 然后呢 再看接着看后面还谁呀 后面还有一个乙公司跟公司 是丙公司的 一个是合影 一个是联影 那么问他不构成关联方关系的事 不构成的 单项选择 咱一个说 第一个 第一个是甲和丁 甲在哪呢 甲在这呢 丁在哪呢 丁丁丁 丁在这 丁在这呢 看到吗 纵向吗 纵向吗 纵向构成吗 构成啊 咱看 丙和物 丙 丙在哪呢 丙在这呢 丙和谁呀 丙和物公司 物在哪呢 物在这呢 丙和物 构成吗 丙和物构 纵向啊 丙在这呢 物在这构成啊 这没有构成吗 那么再看C C选项呢 是物和耕 物和耕 好 问题在这 两个联营企业 两个联营企业横向 把构成 说多少次了吧 所以这个物 这个物公司 和耕公司 这两个横向的 联营不构成 管理方 再接着看 乙和挤 乙呢 乙在这呢 乙在 乙在那 在这呢 纵向吧 这要构成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C 物公司和耕公司 不构成 所以两个联营企业借助 横向不构成 唯独这个联营 也就是重难影响 纵的构成 横的不构成 其他的控制 共同 横纵都构成 好 这是一个 那么企业的联营企业 与其他所属企业集团的 其他成员单位 包括母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企业之间 横的 横的不构成 所以物公司跟公司 那么这两个不构成 因为这都是什么 都是联营 要合影构成 合影构成 你知道吗 合影构成 好 再接着看 多项选择 20年考题 18年 假公司发生交易 事项如下 好 那么第一 购入已公司2%的股权 对已公司不具有重大影响 不具有重大影响 不就是金融企业了吗 三无吗 三无企业的话 那么注意的问题 和关联方 关系没关系 关联方讲调的时候 控制共同重大影响 这什么都不是 所以这个不行了 所以这个选项 看下面 看下面的内容 构成假公司的关联方的 有吗 没有 所以在这种假对已投资 你可以划分为什么 交易性金融企业 但是 但是没有关联方问题 没有关联方问题 因为 假公司对已公司 不具有重大影响 所以公司不是假公司的关联方 问题了吧 第二 根据 根据与丙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开始就某项 什么高新技术项目 进行十年期的合作研究 合作研究 你说吧 那么这时候 这个B选项 假和丙 这块只是个什么 只是个合作关系 不够成关联方 好 三 与母公司 M公司的子公司 丁公司共同投资的物公司 假公司持有物百分之十 对物公司不具有控制共同重大影响 好 哎呦 这又麻烦了 那么丁公司持有物公司百分之三十的股权 并能够对物公司有重大影响 这个三资料太麻烦 怎么办呢 画图啊 还是画图 给画好了 给画好了 你画个图不全出来了吗 你看一下啊 母公司 M公司在这了 母公司 M公司在这了 对吧 好 然后接着看 这个子公司 子公司 丁公司 丁公司 在这了 丁公司 看到了吗 好 共同投资一个物公司 所以假在这了 所以假公司与母公司 M公司 M公司 的子公司 丁公司 共同投资个物公司 所以这块你看啊 这块是百分之十 那么这块百分之三十 好 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了啊 那么假公司和物公司构成吗 这就麻烦了 我说过了啊 这个百分之十 这个百分之十 那么三五 这个百分之 你可以作为交易性金融散 这块有没有投资关系 无所谓 有没有投资关系 无所谓 现在问题从纵向角度来讲 纵向角度来讲 那么这个C选项 构成关联方关系吗 当然构成了 纵向 站在假公司角度来 假和物公司构成 假和物构成 那么这个道理 和我们前面讲的道理一样 好 再接着看 所以这构成啊 这构成没得说了啊 好 再往下接着走 四 投资几公司 持有几公司 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 并且能够对其具有重大影响 这个简单 这个一定构成啊 这个一定构成啊 这个一定构成 这个一定构成 所以这里面难就难在C选项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C啊 那个后面都简单 就这个 这个三最麻烦 这个三最麻烦 所以再看一下 假公司为M公司 子公司 再看啊 假公司 为M公司的子公司 O公司呢 是为M公司 子公司的联营企业 联营企业 看到吗 联营企业 因此假公司和物公司 构成关联方吗 构成关联方 也构成 所以这个就没问题了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啊 那个最后的简单 最后的简单啊 那假对几公司 就有重大影响 也构成关联方 这个构成 好 所以答案选择的C和D C和D 好 这是一个题目 再接着看 一般年考题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选项中 应该作为假公司的关联方的 作为假公司的关联方 假公司的母公司 控制的子公司 乙公司 当然构成了 母子公司 你种的横都可以 这是种的 B 假公司 经理之子 假公司 经理之子 控制的 控制的 子公司 子公司是什么 丙公司 那么这个时候 假公司和丙公司构成吗 构成 控制的 它控制的 那么再看 C 假公司持有25%的股权 并派出一名董事的丁公司 贾格丁构成吗 构成 这叫重大影响构成 D 假公司聘请的快议事务所 这个不构成 快议事务所不构成 所以答案ABC 事务所指审计和被审计关系 这个不构成 答案ABC 16年考题 下列各项 不构成江海公司的 不构成江海公司的关联方 A 江海公司外聘的 财务顾问 假公司不构成 我审计了 什么财务顾问 这都不构成 接着看 那么江海公司总经理之子 控制的 靠在控制的 投资关系 对 乙公司 所以江海和乙 告成 C 与江海公司同售集团 集团公司 红光公司 控制的 丙公司 这讲横线了 横线也构成 这也构成 横线构成 所以控制着 看控制两个字 你记住 横的纵子权构成 D 江海公司拥有15%的股权 并派出一名董事的背头单位 丁 构成 这叫纵向的 这叫重担想 纵向的重担想 也构成 所以答案 那么在这里头 不构成的只能就是 A了 其他的构成 好 16年考题 下列各项构成 假公司的 关联方的 是 A 与假公司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乙公司 同受一方 重大的 影响 乙公司 构成吗 不构成 你要弄不清 画一张图 假公司 与假公司 那么现在 与假公司 与假公司 是假公司吗 与假公司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的 乙公司 乙公司 那么比如说吧 这是A吧 所以与假公司 同受一方 A公司 重大影响的 乙公司 假与之间 构成吗 不构成 不构成 同受一方 重大影响 两方 多方之间 不构成 B 与假公司 共同经营 我们这里头 跟共同经营 没关系 和共同经营 没关系 我们这里讲到 控制 共同控制 重来想 和共同经营 没关系 介绍 C 假公司 受托管理 受托管理 且能够主导 投资活动的 受托管理机构 这个构成了 能控制吗 能控制 这个构成 D 假公司 关系 关系 我们在这 讲完了 关联方 关系的 披露 等等 这些内容 不再做过多介绍 自己看一下 但是我提醒大家 关联方 我们认定出来 关联方 关系 就没问题了 那么关联方 关系的 披露 我顺便说几件事 注意我说几话 回去看一下 教材 看一下教材 就可以了 第一个 母子公司之间 记住 母子公司之间 有没有交易 都得披露 关联方 关系 这个关系的 披露 那有没有交易 都得披露 那么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这交易需要披露吗 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易 需要不需要披露 为什么不需要披露 因为抵消掉了 抵消掉就不需要披露了 就强调这么几个内容 回答看一下 这会儿看一下 考过吗 不经常考 但是最近考过一次 在大提中考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什么 就是比较偏的题目 但这个关联方关系的内容 非常重要 所以你们有时间的话 看一下教材内容 好 这个时间我们就讲到这儿 这个时间的内容 我们可以打算是什么 之后 这个时间我们就讲到这儿 我们可以打算吧 我们可以打算一下